因缘果报在礼上讲 虽然是空的 般若经上讲的好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众生造作的一 造作的善一 造作的物一 造作的无忌业 没有提心 无提心的信 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大肆讲 夜同性空 但是怎么样呢 他不舍报应 你不要以为他空 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有果报 这是我们常常 在讲习里头 给同学们提起的 万发皆空 因果不空 菩萨在此地主要就是给我们讲这两句话 英国不空 英国的提性是空极的 但是英国的报应不是空极的 这个道理怎么讲法 我们要知道 要细心去体会 要细心去体会 去观察 因果 因果相识不空 相识不空 转变不空 因 它会变成果 国 国呢 又会变成因 所以因果 它有相续不空 转变不空 它永远是相续 永远是在那里转变 我们要认识清楚 六大轮回 从哪里来的 社法界 从哪里来的 无非是 夜英国报 转变不空 产生的现象 你造作善意 决定有善报 啊 佛家常讲啊 众善因 得善果 你造作物意 一定有 握报 宋朝 魏东达的历史 世人皆知 从前 读书人 都知道 现在知道的人 少了 说起来 世间人 以为这是 无极之谈 以为这是 迷信 而不知道 这是真正实实的 世界 魏忠达才三十几岁 很年轻 被耶鲁王 抓去了 耶鲁王 叫这个判官 把他一生 所作的善窝 善窝 都有记载啊 那有人问 阴间有没有法律 明报纪理 有说到这个问题 阴间没有法律 那判这个 判案子 怎么个判法呢 审判根据什么呢 根据你的刑业 会不会误判 会不会判错呢 不会 为什么呢 你的证据 确实 不会判错 而且判官 都是聪明正直 他不一定 要学法律 那魏忠达这两种 两种步子 一展开啊 罪业的步子 摆满了 阴阳罗王的 这个大厅呢 善念呢 善思呢 善思只有一张纸 卷成一卷 魏忠达看了这种情形 心里疑惑 就问阴阳罗王 他说我很年轻的 我才三十几岁 我纵然造罪业 哪里会造这么多 阴阳罗王告诉他 罪业不比你去做出来 齐心动力 归神 那你就有记载了 这种记载 就仿佛我们这个地方 电脑啊 自动记载 不需要人记载 自动记载 你起个卧面 这就给你写了一笔了 所以造卧的布置 摆了一大堆 他就问了 他说呢 我做的 我那个善思很少 那是哪一桩善思呢 耶路王告诉他 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 劳民上财啊 你一事出于真心 劝告皇帝 不要做这个工程 这就是你的奏折 底稿 他说 我虽然劝皇帝 皇帝没有听呢 那工程还是做了 元朗王说 如果皇帝听了 那你的功德就更大了 虽然没有听呢 你这个是诚心诚意 为民众 为众生 这一念真诚的善心 非常可贵 于是 元朗王丰富判官 把他罪悟 这个 这个这个 两个记录啊 用秤 秤一秤 结果他这个善 重 卧轻 由此可止 其心动念 出之于真诚 出之于 为众生 绝对没有私心 绝对不为自己 这是真相 虽然为别人 真正的目的 还是为自己 这是我 不是善 我们是件人 那你能够懂的 你做许许多的好事 最后的目的是为自己 总不出 明文利 干云 总不离 自私自利 于是 我们自己 冷静的去反省 去检点自己的 思想 言行 我这一天 造的是什么业 如果 我业多过善业 我这一天空过了 善业 多过悟业 我这一天没有白过 我 我这一天空过了